前几天刚过去的八杀慈善夜红毯,那叫一个百花争燕,不管男性女性,全都美丽帅气到恋瞎眼,此次晚会过目的三款一亿元左右,捐款名单曝光后,林心如登上热搜,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,其实在大合照环节也有一个亮点,只是很多网友没有注意到罢了。 刘嘉玲张子怡把气十足,高举右手,引得旁边的李冰冰,看着她都有点忍俊不禁,我们的春春无奈的竖起两个大拇指,其实这种时候往往是考验情商智商的时候,一不小心就很容易犯错,站错了位的张绍涵就很尴尬,本来和几位女性不熟,大家都在说话,她只能尴尬的用手撩撩头发。 姚晨正在找位置站,一转头却不小心把自己的发尾直接甩到了杨幂的脸上,眼前的网友发现,杨幂被甩完之后蒙了一瞬,可能真的有点疼,再加上事发突然,蒙圈也是正常的,自己还得暗暗吃下这个亏,毕竟人家不是故意的,关键是她自己也不知道,感觉杨幂当时的心情还是受到了影响。 刘嘉玲,李冰冰聊个没完,范冰冰和姚晨也在热聊,只有杨幂孤单的被甩在一边,台上场面一度控制不了,明星们站个队都不会,那么磨磨蹭蹭,看到杨幂与范冰之间隔着那么大的空位,杨幂不好意思过去,因为怕被说抢占位,但是范冰冰一把拉住杨幂的手,把杨幂拉到了自己身边。 这一举动网友看到后,纷纷夸赞范冰,情伤高,避免了杨幂的尴尬,因为范冰冰这个举动,之后跟杨幂的关系似乎有了质的飞跃,两个人还在台上说起了悄悄话。